美麗華三郵定位 路主前期二三 這天總算特性部分的協議 簽訂協議 工會結束一百零五天的百天 路主上空現在是約束 每兩禮拜開一開會 到達了特性團體協議的共鮮 放的會 國版暗會慶祝 今年年車的美麗華 開發公司 因為公司分擲 改革部分 三郵定位 所以工會發起百天 二三幾日 路主上空總算特性協議 包括上空的貸款部分的訴訟 工會也宣布停止一百零五天的百天行動 那我們的協議包含說 參與罷工的被招解雇的 公會會員的副職 以及當時四月八日 公司企業分割時不留任的 包含當時的理事長黃文正 以及說庶民的會員 那我們都有回去求場 二六十四五點天也沒講 工會新館最一定 嚇一支申請準備上班 雖然路主上空的團體合約 也沒有簽訂 但是現在已經達成共識 會每兩個禮拜到 十八七三集中工會開會 慢慢討論團體合約 工會說目前對團體合約的方向有兩位 在美麗華高的輔助場工作 相關的藏務人員正職的人數 應該要有保足到一定的人數 也包含的是說像如果有一些 勞動條件變動之前 應該要先通知工會 那也要更提早的通知員工 三九團的操併 很久沒有經理已經先休閣了 美麗華開發公司表示 三九團木正在逃逃逃開學 會以拜六向會員開放 部分九團做目標 整個經理組織可能要花一個過 才有辦法完成 今天關於整排文憲百頭雲博多